79年到广州去 到广州去呢去视察 当时呢到了广州之后呢 因为叶金英元帅 因为叶帅跟他特别好 也是他的上级 然后他就跟叶帅说 说叶帅啊我们到广州来视察来考察 说我们想看看你去 后来叶帅说呢 说要帮你先到下面去看一下吧 说我回到家乡呢 我感到很难受 这个我们家乡呢 老百姓的生活 还不如我们出来闹革命的 那个时候好 就是在舍口 然后他后来呢 又到了这个深圳 在沙头角 然后到沙头角呢 然后这个天呢大概就快黑了 天慢慢的就黑了 黑了之后呢 然后他找了一个 就是他让这个当地政府呢 找了一个 找一个船说 老说香港怎么样 香港说还没去过呢 说说咱能不能 兜一圈看看 然后就找了一个公安的一个 公安的一个叫什么 一个巡逻艇吧 然后大家就 就围着香港就兜了一圈 就上来了 这个上来 上来之后 就是在在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就反应 就是说就跟他来汇报嘛 说这个 有什么问题 说我们这边啊 这个逃港的人呢太多 开枪都都都都都都挡 都挡不住 哎 说 说党中央啥意见呢 后来他说 开枪啊 不要再开枪了 哎 说他要 任何人要走 你就 他 你就放他一条生路 然后他们 上了 你就走呗 就看呗 哎 后来一看 说说 他那人也 像我爸这人 他也爱随便 就敲门 就进人家嘛 对不对 哎 他就走 他就看 说哎 看着有一片 很好的房子 哎 然后他敲门进去了 哎 一看这一家 有彩色电视机 还有录音机 还有洗衣机 反正那些 呃 这个这个 呃 全套的家用电器 都都有 把他也给吃一惊 然后他就问说 啊 老乡啊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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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家用电器 哎 都是哪里来的呀 都是怎么来的呀 都连我们 我们这么大干部 省里的干部 也没你这些权呢 你怎么来的呀 哎 说啊 后来这些 哎 人说呢 他说我们呢 是种菜的 是菜农 哎 我们 这个 呃 每年呢 呃 要 种菜 你要交给国家嘛 对不对 我们交给国家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部分菜 还有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菜呢 那么我们呢 呃 因为我们这个中英街嘛 呃 是开放 我们是杀头角的人嘛 所以就是到那个中英街就很方便 哎 我们吃不完的 我们交给国家了 然后还有我们有 我们还自己吃 吃不完的呢 我们就挑挑着担子呢 就到中英街去卖 哎 这个有启发 哎 大家怎么来 来来考虑 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 哎 说我们能不能 把这个毗邻 啊 这是毗邻香港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毗邻 香港 毗邻澳门 还有其他别的 这个比如说对台湾呢 对什么地方 能不能我们把这些 把这些地方啊 都给他 实行一个特殊政策 特区 中央不投钱 用特殊政策 吸引港资 吸引外资 我们来做些 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这么从一个边缘的小渔村 就通过边缘革命 就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边缘革命 所以 中国特区的建立 不是哪一个人 更不是谁 平脑袋想画个圈 第一 第一条 合资的电视机生产线 是什么呢 是福日牌电视机 是福州 什么电子仪器厂 跟日历 来合资的 当时 合资又是受到了 咱们党内的这些 什么这个计划 计划的这些人员的 这个严厉批判 我记得那个 博一波就说 有一台电视机 卖到国内来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叫什么 叫卖国 就是卖国 福日电视机进来之后 我们国家的电视机的 技术水平 生产水平和检测水平 提高了至少40年 甚至50年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国家当时70年代的 电视机水平 就是苏联50年代 这个转让的什么 红宝石蓝宝石 苏联的红宝石蓝宝石 电视 基本上就是那个水平 而那个水平 又是美国的40年 30年代末 40年代初的水平 所以这才奠定了 我们中国的 这个家电大国的地位 但是非常痛心 因为这个福日电视机场 这个向南书记和这个张仪副省长 又受到了党内处分 所以这个保守势力和这个阻挡改革开放的力量 是强大无比 最后连他们的总后台 向药邦书记 紫阳总理 通通的就全完蛋 所以大概 是整个改革 就是这一段呢 是一个很悲剧吧 来结束